神之怒事件的犯人 吉野大战杰瑞米 网约战队King Oja第十四集 故事也去上回 杰瑞米带着王者剑离开 忽然遭到袭击 原来是吉野与唐安守护神 杰瑞米被打到了地面 王者剑也被吉野夺回 吉野问杰瑞米是否在操控守护神 然后杰瑞米一如往常 嬉皮笑脸 让吉野很是不爽 吉野问杰瑞米 那个残虫守护神 是不是杰瑞米操控的 15年前的神之怒事件 凶手是不是你 杰瑞米仍然在吸皮笑脸 吉野恶化不说变身 杰瑞米也变身 双方打了起来 打斗的过程中 吉野也告诉了杰瑞米 自己的父母 在神之怒事件里 被人打毒真的死 然而杰瑞米还在 所以写没人懂的话 上一集才怪养马 不懂得珍惜自己 借他的碰枪 因为他是母亲的遗物 自己听见吉野父母的情况 却还在吸皮笑脸 真的无语 愤怒的吉野十分强大 打倒了杰瑞米 就在吉野要杀了杰瑞米时 管家出现了 他要阻止吉野 然后另一个管家出现 两样长得一模一样 他抱住了吉野 原来是卡格罗 他来救杰瑞米的 杰瑞米趁机逃走 画面走到崇奈洛 纳罗王之恒一名崇奈洛 切磋切磋 使用纳罗王吩咐 这名崇奈洛 把杰瑞米引引出来 得到狼猪守护神 就能操控所有的守护神了 画面回到吉拉 管家把他们的剑都给回他们 吉野向他们说道 杰瑞米就是生之路的犯人 然而吉拉他们看出 吉野这是非常的意气用事 而吉野更表示要 吉拉帮忙寻找 切止守护神 因为杰瑞米一定在附近 杰瑞米不肯 便被他们绑了起来 带了回去 后面来到吉韩国 莫尔弗尼亚 正等待丽塔的归来 而杰瑞米也躺在这里 丽塔问他怎么会在这 杰瑞米表示 自己只是想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便睡了过去 然而丽塔让莫尔弗尼亚 再次调查 有关蜘蛛囊的事 当杰瑞米再次醒来时 就已经在裁判所 被撞在水人里 接受丽塔的裁判 丽塔说他现在 被怀疑有可能是 神植怒事件的犯人 让他说出当时在做什么 杰瑞米回答 可能是在冥想吧 在整理故事的故事 而这时莫尔弗尼亚查到了 15年前 自尊男友被他弄出来 在乡下的洞穴里 有个不会腐烂的尸体 丽塔问他那时是不是睡着了 杰瑞米表示 毕竟活了2000年 小睡一年是很正常的事 丽塔却说了 你睡着了就和姬爷说你睡着了 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那么麻烦 杰瑞米就表示 自己只是和参中鼠护神 关系比较好而已 怎么就怪我呢 而丽塔却说了 15年前 大量的参中鼠护神 突然出现 破坏了一切 和姬爷的双亲 在前线指挥医疗人员 救了很多人 但是也牺牲了很多 也包括了姬爷的双亲 双亲不在后 身为公主的他 就必须结下王位做女王 当时也只是个小孩 而个未王 也是几乎相同的情况下 被逼大伤的王 杰瑞米终于预示到自己错了 他希望可以与姬爷调解 愿愿收出情报 问丽塔是否知道魔分 听见魔分的丽塔 让他赶紧说出来 画面回到姬爷 姬爷不明白为什么 姬爷不肯帮自己 姬爷表示 郎主鼠护神没有错 谢子生他们都是朋友 并没有被控制 这时 有下属告知 丛奈洛出现了 姬爷只好抢往应付 各国王也变身战斗 这个耍功夫的丛奈洛 非常强大 姬爷也不是对手 然而姬爷出现 与崇奈洛打得不向上下 最后崇奈洛输在了 姬爷美丽的剑下 随后姬爷便想去找杰瑞米 其他说他迷失了自我 姬爷不承认 亚马拉下属黑镜 华物国的网络 告辞了全华物国人民 找到杰瑞米 被会得到女王的奖赏 这时 丽塔出现告诉姬爷 神之路事件与杰瑞米无关 然而姬爷不相信 他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丽塔表示 有情况可以告诉你 是与魔坟一起这个动画有关 他告诉姬爷 这个动画是为了 给当时害小的你一个小小的依靠 是华物国全民协力 创造出来的捷径 是伟大的作品 姬爷回想起 小时候看这个动画的那栋开心日子 丽塔告诉姬爷 无法忘记过去 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 千万别忘了当下 这时一名女孩带着杰瑞米 走到姬爷面前 姬爷用剑指向杰瑞米 问他 你不是神之路事件的犯人对吧 杰瑞米也终于不再嬉皮笑脸 如实回答 这时 杰瑞米为了赎罪 召唤出三大守护神 让他们驾驶 自己驾驶囊出守护神 四人协力 打倒巨大从奈落 结果这一集囊出守护神 也没有合体积极人 这一集的闹剧也圆满结束 后面给到了生日期 他告诉红王 自己充分的利用了杰瑞米 并问红王 自己的妹妹过得还好吗 红王问是否想见 然后生日期表示 自己早就已经做好了 不能想见的觉悟 这一集 也在秀出生日期的妹妹 那面容下结束 这一集 简直就是闹剧 原因就是杰瑞米 不过还好他吸取了教训 希望以后不要再暗示暗示 下一集才有机器人看 而且下一集红王 似乎要与虫耐落 发生和平协议 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发展呢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吧 喜欢这支影片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童梦 做特色相关影片 偶尔会做些事情推荐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个影片